张欣宇 他们纷纷表示在这组照片中,已经完全看到她的眼,张欣宇在微博上抱怨头发太长,配上林董的小表情,完全不像是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女性,仿佛和林家小妹一样接地气,但是网友们却在下面大呼,被塞了满满的一堆狗粮,这就源于张欣宇和老公和杰的爱情故事了。 张欣宇和老公和杰在今年八卷败刚刚结婚,说起两人的相似,完全是小说中的故事情节,女明星和真人的爱情故事。 两人在张欣宇参加的真人综艺上相识,在当时的节目中,和杰还是张欣宇他们的教官,在节目中对他们也是要求十分严格,没有对张欣宇任何的开小差。 在那个时候,和杰因为张欣宇头发太长,还批评了他,亲自给他剪了头发,一向非常注意形象的张欣宇,当时也是非常的伤心,在节目中也一度落泪,但是在后来的访谈节目中,张欣宇谈到和杰给他剪头发的情节,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偶像剧,一样的美好。 张欣宇表示当时能够在面前的玻璃镜上,看到和杰在给自己剪头发的神情,当时屋子里也只有他们俩很安静,和杰后来了也感受到了当时张欣宇因为头发剪掉伤感的心情,两人也因这段头发剪下来一段情缘,网友也调侃到他剪了他第一束长发,就要为他的一辈子负责。 虽然说在此之前张欣宇也曾有过几段恋情,但是也没有最终走到最后,也许在冥冥之中上天安排和杰成为最终的归宿吧。 现在想想,两人也不会想到会因一场综艺节目而结缘。 在此之前张欣宇在网络上也许有很多地方不被网友们看好,也许是因为非表演专业出身,在表演方面也有所欠缺,很多人把他拿来和发冰冰比较。 因为他们长相风格相似,也是里程前女友,但这次在张欣宇和和杰的结婚之后,可以说很大程度,尚未张欣宇证明了,一个被军方正式曾承认的女明星。 小碧背景也是非常的正道,虽然说了演技上张欣宇也确实有需要进步的地方,因为她本身也非表演出身学的也是画画专业,但是小碧白时都贵在坚持,只要有意识的练习,进步也是迟早的事情。